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落下了帷幕 股东大会前伯克希尔发布了一季度的财报 财报显示 2023年Q1伯克希尔实践营收853.93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20.5% 这包括全资子公司利润在内的经营利润80.65亿美元 同比增长12% 经利润355亿美元 去年同期为55.8亿美元 其中的投资和衍生品收益为347.58亿美元 去年同期亏损19.78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伯克希尔持舱中保险业务大幅增长 铁路能源业务有所下滑 众所周知 近两年巴菲特是十分中心于能源股的 对雪佛龙以及西方石油的加仓 也侧面反映了巴菲特的投资偏好 财报显示 截止3月31日 伯克希尔前五大持舱为 苹果 美国银行 美国运通 可口可乐 雪佛龙 合计持股占据了总持舱的77% 从巴菲特的持舱呢 我们不难够看出过往的岁月里 长期持有是巴菲特的秘诀 巴菲特曾经说过 投资的秘诀在于 在适当的时机挑选优秀的股票 然后长期持有 自2016年建仓苹果开始 苹果逐渐成为了伯克希尔第一大重仓股 这些伯克希尔前五大重仓股呢 一般都是相当的稳定 其余的买入或者是卖出呢 都是对整体持舱的小修小股 并无大的动作 而这也是保证巴菲特的少犯错的逆诀 因为长期持有呢 使交易佣金等交易成本减少 从而呢 增加投资收益 对于一个穿越周期的股神来说 过去几年当中呢 经常是微与机并存 而巴菲特呢 要做的就是尊重客观的规律 找出最优秀且现金流最好的公司 并且呢 下重注 在被投资者问起投资的时候呢 是否会被情绪控制时 巴菲特的回答是 自己和芒格一直在做平衡的投资计划和决定 他不记得有做过任何情绪化的投资 且从巴菲特的投资方式来看 他几乎呢 是不会接受风险投资 只有在确定风险很小的情况下才会出手 因为一旦出现风险 那么再高的回报率都没有意义 另外巴菲特的每年的股东大会呢 都会对近期发生的事情做一些解读 这几乎是一个惯例 当然呢 本次最大的亮点就是 对人工智能 能源投资 以及呢 投资日本的去测 随着AI成为全球新的风口 那些逐浪者总希望在巴菲特 以及芒格这里呢 听到想要的答案 对于AI芒格称 他承认人工智能呢 将迅速的改变许多的行业 但倾向于多用员工 如果你去比亚比工厂呢 你会看到机器人是到处都是 机器人的使用呢 将会在全球越来越多 我个人对人工智能的一些炒作呢 持怀疑的态度 我认为老式智能效果很好 巴菲特呢 则认为人工智能呢 将改变世界上的一切 但认为他不会超过人类智能 从巴菲特和芒格的态度 我们可以看出 对一些新鲜的事物 他们二人呢 一贯是保持着谨慎的一个态度 这是从他们的投资就能够看出来的 所以呢 坎健采金认为想要从巴菲特 以及芒格的口中得到想要的答案 似乎不太能够如愿 因为投资成熟 传统现金流比较好 以及呢 经受时代考验的公司 才是巴菲特投资的终极奥益 在谈及能源转型问题时 巴菲特认为 美国政府呢 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 不是很有成效 主要是因为 政府无法规定资本的流向 在能源转型方面的工业产能导向呢 并没有统一的目标和方案 芒格则肯定到能源转型是有意义的 即使我们不担心全球变暖 转向可再生能源 以节约我们的碳氢化合物 也是有意义的 对于全球变暖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不觉得任何人知道 解巴菲特成亲不会收购西方石油 总而言 如果你想从一年 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中 找到投资的秘诀 几乎不太可能 拉长时间的距离 从十年的角度 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周期 因为巴菲特的持仓 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 几乎很少变动 这就导致了 每一年其回答的问题呢 并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差 因此呢 投资人只能够在时间的长河中 找到答案 并且的耐心持有 我们下期见